作词 李宗盛 推进分叉的路口 相爱时遇到伤透 越痛越挽留 如果你的爱是一种 贪婪占有我的心 你怎么痛 只要你回头 爱就没进口 相信我的热 泪是为你 珍惜而流 只要你回头 爱就没进口 风雨之后 我没有资格 一生相守 相爱时遇到伤口 任风如环流 如果你的爱是一种 慢慢占有我的心 你怎么痛 只要你回头 爱就没进口 风雨之后 我们又此刻 一生相守 一生相守 法院通知书到了 明天一上午开庭 期望值表太高 林森不会轻易就烦 我也有这种预感 我觉得法院调节 可能性很大 做最坏的打算 争取最好的结果 对 你去吗 我去干什么 我妈说她会去 她要在法院门外 给我声援 她那套管用 她说那时在给我壮大 那你说 我去算干什么 也是 你这脸子可挂了好几天了 太不扬眼了 不扬眼你就别看 我说你这人呢 是不是心里不太健康啊 那烦恼也不能没完没了啊 你要学会自我调节 你能不能说点好听的 对了 你小姨子也太缺德了 又来尝我弟弟 他是不是脸皮太厚了 他那也许是一种 悔过的表示嘛 你可别逗了 他就是个妖精 我弟弟遇见他呀 算是倒大没了 那你就让姜宽别理他不就完了吗 姜宽是个傻子 你又不是不知道 只怕那妖精给两句好话 就把他降住了 那你弟弟傻呢 就没有办法了 你怎么说话呢 你怎么说话的 什么难题你说什么 我这是被逼无奈 给你一点点颜色 这人是不是中邪了 锦平 锦平 你怎么哭了 姐 江坤还在和那个女人来往 你看见了 本来中午约好一起吃饭呢 可没想到我去找他的时候 他正和那个女的在饭店里 这个不只好歹的东西 看我怎么收拾他 好了 别哭了啊 我一会儿去找他 妈 又找我干什么呀 霓远 总是让妈跟你说了什么 你姐姐的离婚案 明天就开庭了 她得小 没见过什么阵事 我想我们全家 一块儿到法庭去 给她助威状态 陪着她怎么样 助什么威啊 妈 你把法院当菜市场了 再说了 人家让咱们去凑热闹吗 我们不进去 我们在门口陪着她 让你姐姐心里知道 我们全家都在默默地支持她 这很重要 真的 这没用的 妈 我还是劝你 在家里等消息吧 再说 明天我单位上一堆事呢 要去你自己去 没良心东西 你关键时候怎么这样呢 站住你 你有志气 别缩人房子呀 有话你就说呗 这拉拉扯扯的应该我从这看着呢 江宽 你有没有脸呢 还是不是个男人 我怎么了 怎么了 你怎么还大理那个狐狸精啊 当年人家把你当球匹 你怎么一点记性都不长啊 你对得起锦萍吗 你让人家怎么想 我说锦萍怎么不理我了呢 他看见了 他不但看见了 还让刘如烟给骂了 你说你做的叫什么事啊 你还是不是个人呢 姐 这事不能怨我 如烟把我骗去的 你傻呀 他骗你你就去啊 他说点完菜了没带钱 他以前从来不跟我开玩笑 我哪知道他骗过他 行了 我不想听你一些废话 你就告诉我 能不能跟他断绝来往吧 姐 没必要吧 你先别叫我姐 你要是不听我的 我就不是你姐 我告诉你 今天是有他没我 有我没他 你选择吧 你呀别生气了 我以后不理他就行了吗 你选择你姐了 我肯定选我姐呀 那行 你写点什么 写什么 写什么 你就写 请不要纠缠我 姐 你要干什么 如烟肉可怜的了 咱们不能那么做 你不写是吗 不写 行 从今往后 我就不是你姐 也别让我见到你 姐 姐 一脚 一块脚 这个陶静雯呢 就像多米诺骨 喂 你是谁啊 喂 瞧你是心神不宁的样子 我就知道了 明天肯定有什么事儿要发生 女人的感觉还真是挺灵的 明天有什么事情要发生啊 明天是开庭的日子 开庭 柳怀燕和林森离婚开庭的日子 你不会又吃醋吧 不 韩颜值得同情 她应该离婚 你的认识能力 还真是突飞猛进 我爸都告诉我了 雨河 我来自林森的强暴 这样的话 韩颜就是受害者 你应得到同情和帮助 雨河的身世 是你爸告诉你的 喂 雨河的身世 你都跟谁说过 我 我对我妈说呀 你为什么要跟你妈说呢 又不是不知道 你妈妈那个嘴 哎呀 好了好了好了 刚才就想起地 late 远程 你放心 哦 不会再有人知道了 都是家里人了 我知道 我知道 你要是心烦的话 我陪你出去走走 哦 好 我累了 嗯 até ό 你 韩颜 这只是一桩离婚案 你不要有受审的心理 这不是过堂 你要理直气壮追求自己的自由 明白吗 我明白 我给你理直气就不进去了 我们在门口为你猜要状态 进去吧 去吧 我跟你妈等你生日消息 妈 你确认韩颜 我是爱她的 不可能 不可能 我告诉你意思 我现在要做的就一件事 帮助我女儿离开你 帮助我 我认为你 帮医生南丰 来 坐 六如烟 知道我为什么来找你吗 猜出过大概了 知道就好 你以为你还配得上姜宽吗 不配 那你为什么还老缠着他 你就不能换个人祸害吗 我那不是祸害他 是爱他 你说什么 你爱他 你就别玷污爱这个字眼了 我求求你好吗 不是玷污 莫然回首 我现在才发觉 江宽是天底下最可爱的男人 他现在可爱了 那你当初干什么去了 当初我不懂 现在懂了 那你什么意思 你还想再会他一次吗 不是 从江宽身上 我学到了什么才是真正的爱 我会像他那样 放心爱的人走 你是说 你会远离他 如果 他真的爱那个女模特 我会的 那你以后 就不要再找他了 他跟景平十分相爱 你这么三番五次去找他 会引起景平的误会 这对江宽不好 不行 我要再见他一次 为什么 我不能只听你一个人说 我要听到江宽亲口对我说 他不爱我了 我才会走 你这人怎么这样啊 你就不能自重一点吗 对不起 我还有工作 失陪我 你 我真没有想到 你的演技那么出色 竟然在法官面前痛哭流涕 真是难为你了 韩颜 男儿有泪不清的 只是味道伤心处 我割舍不下对你的感情 你的眼泪虽然冲走了我的自由 但只能有一次 不会再有第二次 希望你日后珍重你的眼泪 我会的 韩颜娜 理完了吧 被编程猜对了 法院实施调解 没理 妈 哎呦 林森 我求求你的可千万别叫我妈啊 你叫我起雞皮疙瘩 我宁愿你骂我 我会尽量控制的 不过妈 你过去是我妈 现在还是我妈 法院 咱们走吧 我现在多看他一眼 我心里就别扭 情况怎么样啊 被你猜中了 林森在法庭上痛哭流涕 法庭实施调解 那你还要回学校干嘛 赶紧回家休息吧 赶紧回家休息吧 我本来要跟你说一声 你是不是电话没开啊 你是不是电话没开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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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哼哼什么 咆的卡机毛了吗 我 我 我奄言犯了 你犯什么奄言 我一进来你就 没完没了的 你要干什么 成亲啊 你这不是神经病吗 姐 你结婚 离得不太顺利啊 是啊 法院不叛离 我嘴里就像含了只苍蝇 想吐也吐不出来 法院不叛离 你就再等等 早晚的事 你也别太心急了 没事的 只能等了 我也没有 你怎么会有我房门的钥匙 这儿我住过 你给我出去 我出去可以 你跟我回去 你别忘了 咱俩现在还是夫妻啊 林森 你这人怎么这么无赖啊 你要再不走我报警了 你去报吧 我告诉你 结婚证我都拿了 我就不相信警察会赶走一个丈夫 妈妈 我告诉你林森 我不会跟你走 永和更不会跟你走 你不走可以 孩子我带走 走雨高 你要带 妈 走 雨高不带我走 你干嘛呀 林森 你 我带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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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看你的狗也好好看看我 我告诉你 我数三个数 你要不走 我捅你 我不是我娘养的 你敢 你 一 大人要尝命呢 二 二 二 走不走 白阿姨 白阿姨 这不是江西吗 好长时间没见你了 找我有事 白阿姨 我有两句话想跟您说 来来来 屋里说 不了 在这说吧 我学校还有事呢 那也行 那你说吧 什么事 白阿姨 我想求您劝劝如愿 放了我弟弟姜宽吧 别再缠着他了 听什么呢 先回去吧 好 走了 正确 你是说我们家如愿 又找江宽了是吗 是 江宽已经有女朋友了 让如愿这么一缠 引起了他女朋友的误会 闹得和江宽分手了 您说这多不好啊 再说 如愿缠着也不会有什么结果 我这关他就过不去 您说是不是 这个丢人鲜眼的东西 敬给我丢了 白阿姨 其实 我弟弟够可怜的了 当初被如愿弄得 磨磨正正的 现在刚刚好了一点 再惊助如愿的祸害了 您就好好管管您的女儿吧 知道了 就这事吧 还有吗 你放心吧 这些啊 我现在就给你表个态 如果我们家如愿 再找你们家江宽 我把腿给他打断 到底行不行 如果实在不行 我找一个专业修所的来吧 这没什么难的 马上就好了 当时孩子没下着吧 当时就哭了 林森要是再骚扰你 你就打电话告诉我 知道吗 知道了 行了 可以了 你 我怎么了 我又不吃你 你怕什么呀 我没怕你啊 你有什么可怕的 既然你不怕我 那陪我说那两句话好吗 好 来 我出去上去 二位需要点点什么 待会再点吧 先把茶水上来 好 请稍等 江宽 我的话其实很简单 我就是想问问你 你爱那个女模特吗 她现在不做模特了 她现在不做模特了 我没问你她现在在干什么 我只想知道 你爱不爱她 我爱她 那你还爱我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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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我现在有女朋友了 就不该这么问 你认为不该问 我认为该问 因为人这辈子 我一定只爱一个人 感情这东西是没有公式的 所以今天你一定要告诉我 你真实的想法 我 我 我有时候挺惦记你的 惦记我 那就应该 还算爱我吧 我 我跟那个女模特 谁在你心里分量更重些呢 当然 当然她重要 我们快要结婚了 那如果 我选择重新跟你走在一起 好好过 情况会不会有改变呢 我 吴烟 是我真人 我承认 现在我还爱着你呢 可我觉得 你不适合做我妻子 所以 咱们没法在一起生活 做个好朋友吧 我 我明白 该问的我都问完了 挺轻松的 这样吧 所以朋友 今天这顿饭我请 吃过这顿饭 我 我 也会在找你了 服务员 来两盘告别菜 再来一瓶白酒 什么是告别菜啊 你认为是什么 那就是什么 我 你叫人做个好够 of sweetly 我都要把你给你了 我把我的美食讯到她 最后的午餐 有点挑剑 你 可不可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在圈里 你在圈外 你是不是手伸得太长了 论人品 我是君子 你是小人 我背着善良 你抱着罪恶 我在圈外不能袖手旁观 你在圈内休想一意孤行 那你想怎么样 我会像你一样不择手段 如果你不收敛 我会选择任何方式报复 好 战术我收到了 收到就好 你好自为之吧 连城 你还有什么尖叫的吗 我告诉你 你的战书是帮了柳韩燕的盗盟了 因为你把我激怒了 事情的发展 可能将威威女的出众 既然剑拔弩张 那就只有拼了 造了桥吧 姐 又有人用钥匙开门 没事 我已经把锁换了 还是看看去吧 这门怎么回事 怎么打不开啊 什么 妈 这门怎么回事 怎么打不开啊 我把锁换了 你把锁换了 我说呢 我以为我拿错钥匙了呢 如远你别走啊 阿姨 你先歇会儿 我跟如远有话要说 妈 一听你要跟我说话 我腿都哆嗦 我现在不要你腿哆嗦 我让你的心哆嗦 如远 我问你 你说人一辈子活的是什么 活的是什么 活的是命呗 错 人一辈子活的是命 这一张脸 有句话你没有听说吗 人怕打脸 树怕剥皮 你可倒好 你不但打自己的脸 你还打我的脸 我怎么打你脸了 我坐下 你说怎么打我脸了 我问你 你还有什么脸 你还有什么脸去找人江宽 那破出去的水能收的回来吗 你知道吗 今天她姐姐江西找我了 那话说的可真难听 我都恨不得找个地方钻进去 好 你说的是这事啊 是这事 人说好马还不吃回头草呢 你可倒好 这回头草在你的嘴里怎么就这么香啊 妈 要是这事就不用再说了 已经是马后炮了 是马后炮 你要是不做出出格的事情 我这马后炮我冲谁放去 以后你这炮都不用放了 和江宽已经吃过告别饭了 什么 吃了告别饭 什么叫告别饭 就是吃过这一顿饭 我以后再也不会找他了 挺有意思啊 我还同一回听说有告别饭 都是些什么菜 妈 你先好好坐着 我给你倒杯水去啊 好 好 妈妈再见 女和再见 你一定要乖 听老实的话 好嘞 阿燕 我找你有事 你说吧 我听着呢 变成昨天告诉我 他要报复我 这事你知道吧 我不知道 那我现在告诉你 他既然要报复我 我现在就要反击他 你反击什么呀 我现在给你两条路 一条是你带着孩子跟我回家 另一条路 你可以走 但孩子你给我留下来 林森你想都不要想 这两条路我是不会走的 我走第三条路 你没第三条路 DNA报告已经出来了 我是孩子的亲生父亲 我告诉你 我有钱给你挣作孩子的监护权 林森你不要忘了 你的犯罪历史 足以让我把你告上法庭 你可以把我送上法庭 但你拿什么让我入狱 你这样闹下去 就能把你自己毁了 七七管就让孩子给我留下来 林森你也太自负了 你犯了罪凭什么不入狱 你拿什么给我定罪啊 你凭什么说我当时强暴了你啊 法庭能听你一面之词吗 你说什么 我要说当年 你是自愿的 真无耻 哈燕 法律是注重证据 我劝你好好想一想啊 别拿着鸡蛋碰瓷 喂 哈燕啊 好好好 我马上出来 哈燕 又出什么事了 林森刚才跟我摊牌了 给我两个选择 要么就离婚把孩子留给他 要么就跟他回家 要不然他就要出示DNA检测 给我抢宇和的监护权 他出示了检测报告 那不是自我暴露吗 不对 边晨 我们可能忽略了一个问题 我现在根本就拿不出 他强暴我的证据 宇和不是证据吗 林森说 他要一口咬定是我自愿的 如果真是那样 你说这个官司怎么打 这个问题 以前还 还真没想过 林森这样 一步一步地紧逼我 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 韩燕 你先别着急 我们咨询律师再说 喂 白队 张老师您好 什么 小马把同学给打了 打成什么样了 可我正要进手术台呢 这样我让他爸爸去行吗 实在对不起啊 麻烦您张老师 张律师 有个问题我想向你咨询一下 你要咨询什么问题 是这样啊 对不起啊 您好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注 十年前呢 有个女人被强暴了 并且生下一个孩子 现在呢 发现了这个罪犯 那么这个孩子 能不能作为证据呢 当然可以 通过DNA的检测 就可以定案了 可是罪犯他并不害怕 他说这个女人是自愿的 这怎么可能呢 哪个女人愿意被人强暴呢 这里面还有个背景 这个罪犯呢 和受害人 曾经是恋人 现在是法律上的夫妻 怎么会这么复杂呢 是啊是啊 目前 目前情况就是这么复杂 那有没有别的证据 可以证明是强暴呢 没有 这就不好办了 如果说罪犯是陌生人 DNA检测是有力量的 问题是罪犯与受害人 曾经相爱 如果没有强有力的证据 法庭是很难定案的 我看十六八九是以证据不足结案的 李小满 站好 周老师 这孩子家长怎么还不来啊 别急该来了 你好 你好 您是一年三班的赵老师吗 是我 你是谁啊 我是李小满她家长的同事 她妈妈现在在手机台上给病人做手术 她爸爸又联系不上 所以让我来替他们处理一下 王师姐 这是两位家长 你好 这孩子家长怎么这样啊 派个同事来能解决问题吗 我要是处理不了 就得等她妈妈下了手术台了 那你们看怎么办 要不再等等吧 编程 我看这场官司的胜率很小 罪犯曾是受害者以前的恋人 现在又是她的丈夫 而且女方又拿不出任何证据来 你说谁敢给她定罪啊 凭什么 是啊 拿不出证据 法律也无能为力 在我看来 那个女人打这场官司 是自取其辱 不会有结果的 我明白了 谢谢你 王律师 好吧 我就不远送了 再见 慢走啊 我 你怎么办 你怎么办 你干什么就好 我找律师问官司的事去了 我下午跟你打手机 都接通了 你为什么不接电话 还把手机给关了 当时正在跟律师说话 我也不知道谁打来的 所以就挂了 你怎么办 林丑 你是不是太过分了 我 你帮助柳寒烟可以 我不反对 但是咱们的日子 是不是还得过呀 当然 我还是你的妻子吧 我儿子的事 你就不能管管吗 小门怎么了 你怎么办 现在说这些还有用吗 你又不是这个家的人 小门怎么了 过来什么事 小门 小门 怎么了 我 我被我妈 打了 那她为什么打你呢 我惹婚 我把我同学的眼睛 打坏了 小门 小门的事 我们是不是要跟学校联系一下 问问老师情况怎么回事 小门 我老是你 你问老师 还叫老师 就算了 我说你 那你什么 这位老师 我给你带老师 你把它扔了 我还要 大小事 石头 这到底还是我白银姿的命苦啊 你命不苦 不是还有我的吗 我会好好疼你的 拿着什么呀 这是 AA制细则 上一份让我撕了 我又重新起草了一份 作词 作曲 刘仲萨 作曲 作曲 刘仲萨 都说人生真悔 归在无暇 偏忧着白须扫心拉满圆滑 都说是前路漫漫 真气无加 回首时才想起把眼睛睁大 都说回头是难 苦海无恙 最难把凉心凉晒在阳光下 都说是年佔缓 真爱无疼 梦醒后方渴望将人心生化 心在成长 心在成长 那是穿越寂静的大日假 心在成长 心在成长 这是世界最终的惩罚 心在成长 心在成长 那是穿越 那是穿越 寂静的寂静的代价 心在成长 心在成长 这是世界最终的惩罚 心在成长 心在成长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